现在5G成立一个越来越火的词汇,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7月8日,一群香港学生亲身体验了5G无人驾驶汽车。 人坐在车内后坐,无需手动操作方向盘,手上拿着5G网络遥控器,便可轻松驾驶汽车。 许多学生体验过后都觉得非常兴奋,坦言免去了人工驾驶的劳累。 体验无人驾驶车是中国移动香港全球首创5G STEAM先导学校计划的一部分。 当日,中国移动香港宣布在香港启动以5G技术支持的数理化教育课程, 目的是以科技提升学习体验,为香港培育新一代创客人才。 中国移动新装修的5G联合创新中心香港开放实验室变身Steam教学课堂, 专家向在场的小学生普及5G专业知识。 而Steam是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四个学科的首字母缩略字。 先导学校计划现场展示了一系列采用5G技术的新产品, 引得学生们试玩。 有一只可以和人类玩剪刀石头布游戏的机器人手臂, 最受学生欢迎。 比如人出剪刀手势,机器人便可瞬间出石头手势。 许多人表示,通过轻身体验,了解到了5G技术高速度、低时延、多连接的特点。 5G那方面,它会令容量更加大。 其实对Steam都有少许帮助,因为容量更加大, 而且速度会更快。 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6G和更加多的科技, 那就可以更加好,可能会。 还有我觉得机械人那方面最好是加了5G可能会走得更远。 中国移动5G、Steam、先导学校计划首批参与小学共18间。 这些学校将试行用5G技术支持的新教学方法的课程。 中国移动香港行政总裁表示, 5G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可广泛应用于生活、商业和生产范畴。 而在校内普及5G教育, 对于香港的教育国际化发展至关重要。 许多人说,其实招募的期间是十分之受欢迎的, 而且很踊跃。 其实一动超过了200间小学申请, 我们最终选了18间的学校。 而将会在下个新学期开始率先试行, 融入5G概念的STEM这个课程。 中国移动将会在政络计划负责5G技术和蜜联网的支援。 中国移动香港还将举办一系列5G、Steam课程配套及活动, 比如将提供量身定造的一套5G教材, 同时会举办跨境交流团、 5G旗舰展厅及5G实验室参观活动等。